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香港已經多走了三年運 走完這三年 要全世界一起大洗牌 今年天要懲罰該懲罰的人 這三尺頭上有神靈 這種文化是很重要的 中共規定 新年是有農曆 農曆就更不對了 以前中國的立法稱之為皇帝 就是皇帝的立法 大家知道皇道即日 中國古代它是非常富奇的 到現在其實在台灣啊 還是他們很多時候還是用火力 今年假陳年 入了九孕 所有熟火的行業都是比較有利 被火克或聲望火元素的行業會比較吃虧 那2024年本身又是一個天成之明 做壞事懲罰的會很快 大家要省住善念 今年求了一支雷澤龜妹瓜 代表東方大國的國運